我要吐槽一下这家叫做鲁大师的上市公司 香港上市 做电脑硬件测试的 实控人和大股东 是大名鼎鼎的360安全的创始人周鸿毅 9月11号的时候 公司发公告 说要在9月21号 特别分红派息 这是好事 这家公司市值两个多亿 但是账面上的现金就有四个多亿 市盈率只有四倍左右 投资者开行 六个交易日 股价直接就涨了76% 大家都在买 等着分红了 然后公司的大股东周鸿毅 所控制的这家公司 就趁着高价 疯狂的减持了12.77% 还是20号这天减持的 最高位减持 然后21号的时候 公司又发公告说 我们要取消分红派息的董事会决议 现在又不分红了 于是股价就暴跌 留下了一堆小股东在风中凌乱 周老板这次韭菜割的可是真够狠 都会开玩门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